佛菩萨真正修行 为什么能够快乐 他对这个方向了 无论是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一切随缘 没有一样不好 样样都好 顺境好 逆境也好 善缘好 物缘也好 通通好 没有一样不好 就快乐了 就自在了 为自己的是什么 为自己的是 一定想到 带得走的 要去 带不走的 不要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全带不走 虽有 当着无去想 别止住 我讲经也讲过很多次 奉劝大家 我现在就这个修法 我穿在身上的衣服 是我的 没有穿在身上的 不是我的 不去想它了 我住在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离开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不是我的 你的心都干净了 这世界什么 旅馆了 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我可以受用 我可以享受 样样都不是自己 多欢喜 一点累赘都没有 清净心 是自己 平等心 是自己 大车大物 我们做不到 留着到极乐世界 在现前能做到的 清净 平等 不分别 就平等 不执着 就清净 所以放下执着 清净 放下 这个 这个 分别 平等 心 冷言间告诉我们 贪心 贪烂 贪无止境 所感烂的是水灾 感应的 地球将来海水上升 什么原因 居住地球上的人 贪心太重了 大水把你淹没掉了 感谢观看